直接打 就是起诉国贸 就是说是那个合同违约 他必然违约 为什么呢 国贸没有确定卖天菜的房子 十年前 宋云市借给了好友七百多万 朋友当时做房地产开发需要资金 当时说好2015年就还完 没想到一直拖到现在 这一分钱都没还 现在执行法官要去腾空拍卖 房地产公司名下七套房子 这件事还要从2013年说起 宋云市代理律师说 在2013年的时候 宋云市手里有一些钱 本来打算去上海买一套房子 没想到这时候 一个好朋友找到宋女士 想点借钱来做房地产 2013年末的时候 这个辽年天台大学城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找到我们当事人 表示公司资金需要周转 然后呢 希望借一笔款项 就是天台大学城的总经理 和我们当事人是一种朋友关系 他们之前的认识 也是信任这个朋友 因为他们这个公司开发这个房产 他后续资金有点断裂了 资金链就断了 后续希望到处接钱 好朋友说现在资金链有点断裂 希望宋女士能帮一把 并给宋女士承诺比较高的利息 所以宋女士就把钱借给了房产公司 宋女士把钱借给房产公司之后 当时我们当事人是想在上海买房 但是没决定下来是否买 然后呢 确实手里有一笔款项 这样当时 被执行人就是辽宁天台大学城啊 就和我们当事人表示 说一旦我们当事人决定下来买房 他们承诺立即还款 这样的话 我们当事人就把这个钱借给这个被执行人 双方也有个约定 如果宋女士决定在上海买房 那么房产公司就将这笔钱还给她 随后在三年的时间内 宋女士一共借给了好朋友740万 宋女士在2015年想去上海买房 房产公司也承诺 在2015年年底的时候 能把钱全部给她 可没想到一直拖到2019年 这笔钱都没有给宋女士 自2013年末到2015年中旬 陆陆续续的一共借了744万元 到2015年的10月份 我们当事人在上海就是决定买房了 然后呢 也交了过房定金 这个时候联系被这项人 就是天台大约程 表示希望他们能如约 按约还款 他们承诺是在2015年的11月份 能把钱还了 但是到期之后呢 天台大约程未能按约还款 一直到19年的时候 这个双方 我们当事人和这个天台大约程啊 达成一个关关协议 他们承诺在19年的3月30号 能把这笔钱还了 当时已经 本金加上利息 已经达到1100万了 还是没有还款 可没想到2019年的时候 房产公司还想宋女士 再给她更多时间 所以宋女士在2019年 将房产公司告上了法院 在2019年7月的时候 法院下达了判决 要房产公司在判决生效10日以内 给付给宋女士本金 加利息1134万 判决下来以后 对方还是在一分钱都没还 然后一直拖到现在 所以宋女士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在2019年起诉的时候 宋女士将房产公司名下财产进行保全 如今房产公司还是不还钱 执行法官决定 对这七套房产进行腾空拍卖 进入执行之后呢 我们首先积极联系被执行人 然后在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沟通完毕后 我们对被执行的房产进行了依法 这七套房产中 有别墅有门市 还有高层住宅 执行法官到了其中一套房产 这位战法人说 房子都装修到快差不多了 才得知这房子早就被查封了 现在还要被法院腾空拍卖 他们损失非常的大 但是他们也愿意配合法官工作 将房子腾空交给法院 他们会另外起诉卖给他们房子的开发商 您是有一个局务的吗 对啊 您是最大的局务 我这买的房子 这是谁买的 在开发商 是国贸啊 现在这个房子是我妹妹 跟我妹妹去的 这个房子首先 房产打在里面 是 然后您是哪个房子 也不是国贸 所以你这个东西 如果这有意见的话 你应该跟国贸去勾付 是 我现在 我现在就跟 跟开发商 你哪个地方 那今天能配合同费吗 我现在就是 律师也多打的方式 让我上方 我也是 现在我也是 我现在我装有这些东西 能拿的吗 拿不了 不要了 拿不了 执行法官也给战房人 提供法律意见 让他们去起诉国贸 因为是国贸合同违约 执行法官也说 将来想拍卖这房 他们也是可以去拍的 这房子现在你就是上房子 你是不是得给我出一个闹 我没办法给主 你不是安藏人 那我让他来呗 谁来 那我妹妹 你卖的也不是 这房子是天赛大修城的房子 不是你的 那你现在不是我的房子 我现在我乌业我交的呢 现在你这啥咋 我没有我去退队 我不能现在 我乌业我再交 现在房子是我要乌业的交的 一会儿哪个都交的 那啥呢 换一说以后 爬空调 我天哪 咱就空调把本子交的 这个房子本身不是国贸的 但是 那个 当时打准化呢 客观圈我给了解 就国贸的是 帮帮助建态 完全混成工程 然后呢 结果大家手里都不全 你先听我说 所以说这个房子 叫天赛大修城的 如果你要买 也应该跟天赛大修城 签订买卖合同 随后执行法官将这处房子腾空 张贴了封条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如果你跟天赛大修城 签订买卖合同了以后 然后呢 你也支付了 租入了房子管 那没问题 但是现在你们这个啊 钱都给客人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你房子 我买了几房子 我把钱给他了 你们认不 这事才懂 但是 你听我说 他把这钱交由我来 你们这边得出货 没办法 才能找到我 让我赔成他 是这么个事 市场呢 你应该直接打 就是起诉国贸 就是说是那个 合同委员 他必然委员 为什么呢 国贸没有权力 卖天赛的房子 不是 我现在我就有这些 受罪他 有他这个负货 我告诉他可以了 可以 可以 是不是 可以 我们再一个 他这个房子想买 现在 找我给你买 我们这房子 会有私房 还慢 之后来到了下一个别墅 这套别墅 现在是清水房 但是在别墅的空地里 居然发现了一小快递 种上了蔬菜 我今天是早点喝总的 也就是在原着我种的 说你的啊 都清水 赶紧清水 这房子会拍摆的啊 那我已经知道了 我就去个手里 在哪一会都没种 我说 那这说 那咱们有这个 屋里东西是你的吗 不是 屋里不是我的这个 那屋里是谁的 知道吗 你后边能守护他 也能帮你放出 我啥给什么 谁知道你放出 我不是这个 我不是这个 这位大妈说 这个蔬菜是他种的 他看到这块地也没人要 就在这里种了一些菜 执行法官也要求这位阿姨 把自己的蔬菜尽快处理 随后执行法官 又来到了两间门市 这两家门市当前是物业公司在使用 物业也表示 要配合法官的工作 最后执行法官 又来到另外两个门市房 这两个门市房已经被出租了 一家租给了房产中景 一家是宠物医院 执行法官把该腾空的房子腾空了 对于已经租出去的房子 在房子拍卖出去以后 租客可以和新产权许租 这些房子将被司法拍卖 用来偿还来给宋女士 我们发现有一套房产是有人居住的 然后跟居住人的沟通以后 居住人同意自己办理 还有一套房产的发现已经租住去了 然后跟住户沟沟通完毕了 如今交到法院 然后还继续使用 首先这套房子都是开发商的 而且开发商也是本案的被执行人 所以对于已经腾空完毕的房产 我们将依法评估拍卖 物业临时占用的两套门市 我们也跟物业沟通完了 物业同意一个月内 自行腾空完毕 腾空以后